被队友被刺的郭碧婷 当初刚上浪解时 看到大家对她的热络 她会各种尴尬玩具 但是成为队长后 她听到队友MISS 深夜焦虑到睡不着时 她会立马跑去安慰她 超热的 怎么了 她觉得不适应在这里 那可能不适应的呀 正常 而她还会特地拿婆婆 向菜打游戏的搞笑手势 来动论MISS 我在我们的队长身上 看到了一种老子的智慧 甚至最后MISS被淘汰时 郭碧婷也是希望 能和她保持联系 这是联系的 而她的愧疚也是写在了脸上 当然会愧疚啊 如果我们能成为一个圣团的话 他们就不需要去 面临这个问题对吧 然而队友线下去 是笑她像冷宫虚致嫔妃 而刚入志时 郭碧婷会之间喜欢一个人租储 我能理解她 我想她一起上厕所 但我也理解我自己 我就想自己一个人 我觉得好像比较放风 那种感觉 然而认识了苗苗后 郭碧婷完全打脸了自己 上下班他们形影影不离 而郭碧婷一句想看月亮 苗苗就会立马 陪她说走就走 我想拿个椅子 在外面躲着 赏月 走啊 我也想赏一赏月 而当队长选人分队时 和苗苗分开的郭碧婷 甚至会哭 如果她说我进去 我说你们一定要想要 我会哭 所以这样的友情 你觉得真实吗